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大卫 和大家紧急播报一个消息 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 澳洲的卫生部长就宣布了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从1月5号开始 从中国来到澳洲的旅客 那也包括了香港和澳门地区 在登机前都必须要求有48小时的病毒检测 那具体的细则呢 还是以官方的文件为准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包括什么样的检测 大家还需要仔细的去阅读 因为是从1月5号开始 所以还有4天的时间 那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要来澳洲的留学生 那马上呢一个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心理上也做好一个准备 那这一期节目呢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种政策行政措施 属不属于种族歧视 那为什么澳洲要这么做 我也不是为澳洲洗地啊 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独立思考 其实澳洲并不是第一个国家 颁布的这个行政命令 其实法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西班牙 都颁布了类似的行政命令 因为所有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已经躺平了 但是他们在躺平之前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 那就是flat the curve 中文翻译叫做阿平这个确诊的曲线 另外呢就是增加检测并告知民众 这两点其实就是核心的核心 我们一点点说 先说第一个 拉平曲线 之前的视频就说了 病毒是不可以避免的 这是迟早的事 但是呢 医院的复合是一定的 很多时候啊 因为对于病人的照顾不周 比如说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就会出现死亡的案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的床位 呼吸机 氧气 这些都是固定的 包括药品的配送啊 那都是有一个平静的 现在的医院都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设备呢 也很齐全 但是如果扎堆的去医院 那就会有医疗挤兑 所以几乎全世界都在做同样一件事 那就是拉平曲线 flat the curve 要让打过疫苗这些民众啊 慢慢的去接触这个病毒 那民众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呢 这就是要强调第二点 那就是公开透明的去发布数据 我是做大数据的 我知道数据的力量 但是呢 你的数据一定要真实啊 你的确诊 你的死亡 这些原始的数据啊 没有任何人能得到 只有你政府可以得到 如果像你告诉我 南京现在确诊二十几个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二十个确诊我都认识 民众其实是很聪明的 千万不要小看民众了 特别是华人 我们其实非常的小心 我们也怕死得很 OK 我们也不想去接触这个病毒 你看澳洲现在戴口罩的 在街上的 基本上都是华人 所以特别的惜命 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担心 但是呢 他们出不出去呢 也依赖于政府的这些数据 那确诊多的呢 他们我们就不出去 对吧 那如果一片忙不过来 那我就不去添乱了 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的 那家人肯定会特别的注意 对吧 这一点其实 你不用担心民众的这些觉悟 为什么我认为 他不是种族歧视呢 其实也不是我认为 其实在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也说表示理解啊 It's understandable 首先呢 这个行政命名 是针对于去过中国的地区 Travelers from China OK 这也包括了 香港和澳门地区 去过 那就是说明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啊 不管你持有的是哪里的护照 你只要经过了中国地区 这就需要证明你自己啊 没有养 或者已经养过了 OK 就是你现在没有在发病的这个时期 因为这个病毒啊 大概需要一周时间 就能够转阴嘛 是吧 第二个就是 因为澳洲政府啊 其实他也是倾听民众的声音 因为他们手上有选票嘛 他们要为这些民众负责 难道不是吗 我引用一句话 就是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 就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我相信每一个政府啊 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民众的 而这句话也是永远正确的 说实话 那像这次这个疫情啊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会放开的这么快 居然在国内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快速过风 Are you serious 你们这是疯了吗 这是不知道这是谁拍大腿 想出来的主意啊 没有了数据 那澳洲政府其实也很难做决策的 加上现在情况有这么严重 一天有上万人的确诊 每天这么多航班 大家想想 万一澳洲再来一波 哪一个政客可以负担起这个责任 任何一个政客啊 都在担心自己的乌纱帽 OK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游客怎么办 或者说这些学生怎么办呢 中国留学生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很好的办法 那如果你24小时正好是阳了 那就只能改机票 重新再改改日再来 对吧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等的 你这么着急来干什么呢 留学生缺一星期上课也无所谓啊 不打紧的 在澳洲连考试都可以往后延的 你更不用说上课了 大不了上网课就是了 如果你身体OK的话 你就上网课 你真正阳了 那你也应该去好好的去休息啊 对吗 所以呢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种族歧视 我希望在这件事情发酵之前啊 我对于一个在澳洲生活十多年的一个博主来说 我非常我有义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澳洲政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希望大家特别是需要刚要来的这些留学生 你买过机票的留学生 也给予你一些理解 这也是为了保护澳洲的民众 OK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一个紧急的视频 我也不打算编辑很多 哦对了 那如果这个视频可以在头条上发出来 我会对这个视频的评论部分进行严格的审核 一切不符合我的价值观的评论啊 全部拉黑 有人肯定会说 你为什么 因为我的视频也受到了审核 所以呢 他们审核我 我就要审核你 你问我为什么 你怎么不问他们呢 好了 也希望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高峰期 好了 我是奥子大卫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